大家好,我是迈克 今天给大伙来继续分享赛斯书 梦演化与价值完成的第一卷的第903节 那这一节呢是1980年2月25日 星期一晚上9点16分开始的 然后呢,罗呢上来就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 他说每当我从我的笔记本 打每一节的这个字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们归类于两种档案之一 一种档案呢就是排到了 它叫定期课或者有关书的课程 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式 赛斯书的正式版 那这些的内容呢 他说现在已经排到了第77卷 他就是一大本算一大本算一大卷 他已经排了77大卷 就是这些呢都是关于他的这个赛斯的内容的传递 就是说一些一般性的这个话题 而关于私人的或者是他要删掉的这个资料 他有22卷之多 因为这有些赛斯资料涉及到他们个人和他们朋友 或者其他一些个人的隐私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隐私注重保护的这个国家 他不敢随便的或者轻易的把这个隐私的东西公布出来 所以说我们就大概知道赛斯资料在1980年的时候的比例 大概是77卷比22卷之多 就大概是四分之一 就是怎么说 四分之一是私人课 四分之三是公开课 然后呢他说呢 真的今天早上呢 他就写了一个小注 他想把它插在第77卷里 就是插在正式课里头 那个注释里头呢 真说的什么呢 真说上个周末 我从赛斯那儿得到了一点东西 那是关于地球感知网格的 The grade of the precession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它下面会解释 The grade of the precession 这个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词汇来描述它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词汇来说它 我待会打会解释的 是如何构建的 就是我们所感知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所认知我们的这个世界 是需要这么一个感知的网格 感知的 它叫方格 其实我这里头用网格比较好 它就像网格一样 就像我们小时候用的坐标纸 或者地球的经纬线 你这么来理解它比较好 它有一个地球的感知网格 我们人类感知这个世界 是通过这个感知网格 我们既是这个感知网格中的一部分 我们又是通过这个网格 才能感知到这个世界 也就是没有这个感知的网格 我们人类是无法感知到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的 记住 这个网格是感知的网格 是你感知的网格 我下面会给大伙举个例子 以至于每样东西都必须同时被创造 否则那个网格里就会有空洞 那这个空洞其实是赛斯当时能想到最好的词汇 但是这样的说 并不完全 你可能还是不太好理解 你说这个空洞把它填满就得了 其实这个空洞它不是空洞 它应该是一个断层 用断层你就更好理解 为什么必须得同时创造 为什么每样东西必须得同时创造 为什么不能先创造一些 再创造一些 我待会可以待会解释 然后当我们坐着等这个节的时候 真就告诉我说 今天晚餐以后 他从赛斯收到的一些资料 那是我不太确定的资料 因为我不懂赛斯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晚餐的时候 他知道今天晚上要讲的内容了 但是真说我听不懂 我搞不懂 就这个资料已经超越了真的认知的极限了 在这儿呢 涉及了它关于普鲁动物 物种 亚物种和生物之间其他分类的问题 其实不只是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他的这个生物学上名词的问题 我认为他来自于赛斯的那两个直觉 显然是直接相关的 而他心灵的某些创造性的部分 从未停止工作 罗说这个感知网格和动物之间的物种的分类 应该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确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他说我很快会试着解释生物分类学的 这是一个生物分类学 他说我在描述像门 鼠 这些名词上 各之一二 就是在生物分类上有很大的这个 这是一个学科 一个很大的一个知识体系在里头 他把这个世界 这个所有的物种分成很多类 怎么分的呢 他比如说最大的叫界 比如说植物界 动物界 他把这叫界 那比如说在动物界里头呢 动物界下面又分什么刚鼠目 刚什么门鼠目 什么反正很细很细 他到这个节最后 他会做一个分类 就是生物的分类学 因为我们手边没有一本字典 来印证我的记忆 这都是罗在很小的时候 在可能上高中的时候 学的生物学的一些基本常识 也比较模糊了 他找不到资料去印证他 我的确他帮助真了解了哺乳动物 并不是任何其他集团下面的一个亚种 而是温血动物的一个主要类别 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 这个下面一个温血类的 动物的一个小孩子 这个这个不是 就是他的这个后代需要喝母乳的 这么一类叫简称哺乳动物 然后呢非常有趣的是什么呢 针对分类词汇的知识是很有限的 真不懂这些生物学的分类词汇 而赛斯呢竟然能用我认为是正确的一般术语 来讲这堂课 不过呢纵使如此 他仍在某些基本分类加工上 分类上加进了他自己的意义 好了我们直接看内容吧 因为你光看前面你也不知道他后面讲的是什么 我们就跳过这些课讨直接说 赛斯上来就直接说 他说你所知的世界 以他现在的样子存在 就是因为你自己是感知之巨大的 有意识的网格的一个活生生的部分 他的意思是说 你能感觉到这个世界如他所是 或者如你所感觉他所是的这个样子的存在 就是因为你是这个世界 有意识的这个网格中的活生生的一个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 你在一个整个地球的意识网格 意识感觉网格中间 所以说你才能感觉到这个地球的存在 我再次强调一遍 你之所以感觉到这个地球和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的前提是 你是这个整体地球意识网格中的一份子 我这里头给你举个形象的例子 我刚才说前面给你举例子 否则你不太好理解它 我用这个我们今天的无所不在的互联网 让你来理解它 你今天现在的小朋友 现在新生代的年轻人 他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 基本上大部分是透过互联网获得的 他之所以能感知到整个世界的存在 就是因为他是整个互联网中间的一份子 他也在发他的内容和信息 他也在看别人发的内容和信息 他自己既产生内容 他也消费或者关注别人的内容 我用互联网来让你理解这个有意识的地球网格 是因为他俩具有很多形象上的类似性 但是我再次强调 这只是举的一个例子 帮助你来理解它 你不能把他俩完全等同起来 也就是在我们这一节后面 当我们不太好理解这个感知的网格 或者有意识的网格的时候 你就想想互联网 你就能够大概有一定的感性的认知 然后赛斯接着说 以那样的一种说法 什么说法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地球意识网格中的 一个活生生的部分 按照这样的一种说法 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信息的发送者和信息的接受者 他说那是的是这样子的 所有生命的较大的区隔 我们生命还有很多的区隔 比如说我们的哺乳类 鱼类 以及鸟类 等等 都是活生生的格子网络 就网格的绝对必要的一部分 这里头就他就开始强调这部分了 他说在这个地球的网格里头 这些动物 这些动物的分数 植物和动物这些物种的分数 就相当于这个整个网格的一部分 就非常绝对必要 他用了一个绝对必要的一部分 然后呢 不过呢 世界的画面并不只是传达和接收那些讯息的结果 却也是那些讯息之间关系所造成的 这一块呢 就跟互联网很像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说这些信息啊 发来发去 接收来接收去就完了 而是在于这些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 在这个信息的传送过程当中 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关系 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这个关系和这些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 和这些信息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 我再说一遍啊 因为这一节啊 他有一定的理解上的这个难度啊 我再说一遍 我们这个意识的网格啊 或者叫感知的网格 或者叫绝授的这个网格啊 你不论他叫什么 就这个网格感知系统 感知网格系统里面 他的最基本的这些成分是这里面存在的每一个啊 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都是这个感知网格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缺了他就不能运作了啊 而这个网格里面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他不仅他有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由网格中间的这些组成这个网格存在的每一个分子 每一个分子啊 不是分子 比如说细胞就是组成这个地球意识网格的一个分子 啊 原子是不是 原子也是 那一个小动物是不是 也是 一个树啊 一棵树一棵草啊 都是 包括人 也是这个地球意识网格的一分子 所以这个地球意识网格的第一部分就是由 他的组成的这些成员组成的 第二个 这些成员之间 他们是有信息的 他们本身啊 有自己的意识 有自己的信息 然后他们通过这个意识网格的这个网络连在一起 他们彼此要交换信息 好了 现在有信息啊 就是信息和交换信息 也是这个感知网格中的一部分 对吧 你不能建立一个网络 建立了中间的这个每一个单位 但是他们之间不传信息 这是没有意义的 就好比我们每一台电脑都连上网 但是谁和谁之间也不发信息 也不收信息 那这个网络没有意义 对吧 所以说有网络 网络中的成员啊 网络中的单元 就像每一台电脑 就像生物界中的每一个物种一样啊 这是他们的单位组成单位 然后他们之间要发送信息 然后还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啊 这个相互关系 也是这个网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说这个意识网格由组成单位 组成单位的信息和这些单位 通过信息发生之间交互作用 这三部分共同构建了这样的一个地球意识网格 我们之所以能感觉到这个物质地球活生生的存在 如此真实的存在 就是因为你既是这个网格中的一分子 你也活在这个网格当中 你通过这个网格才能了解整个世界 从最小的威力一直到最大的这个山川大陆 都是在这个网格中的一分子 因为你是网格中的一部分 所以说你就能了解整个地球的全部的所有的知识 就像虽然你不了解整个互联网上所有的知识 但是在理论上你接入了互联网 你就能够获得互联网上所有全体参与者 也就是所有参与互联网的人类的共同的知识 你要想获得你就可以获得 因为你连在这个网上 也就是通过我们人的外在这些感官 掩耳鼻舌生意 然后我们把自己挂在了这样的一个地球意识网格之上 所以说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地球网格的存在 我们也能看到地球上 不论动啊 动植物还是周围的环境 都被我们感知到了 你说到这儿 你想起了什么 你是不是想起一种什么赛博朋克风 是不是有一种元宇宙的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元宇宙的感觉 是不是感觉到我们整个物质界是一种网络化的 网格化的一种存在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一节绝对让你脑洞大开 那么以你们的说法 所有的生命大类别 在世界开始就都已经存在了 不然的话 那使得肉体生命的觉知本身成为可能的 这个感知网格里面就会有大洞 这一段很重要啊 这一段是他整个这一节的一个 核心 他这一节就想说的就这一个问题 好 我再给大伙解释一下 他想说什么问题呢 我把这个 我切换到另一个画面上 给大伙来解释一下啊 因为这里头有大洞啊 会让你产生误解 你会觉得有大洞怎么样 我们就跳过这个大洞不就得了吗 我们不感知那块就得了吗 比如说他说所有大类别 那比如说我们假设说啊 假设说这个猫这个类别不在我们的这个存在 这个地球里头存在的话 或者说已经灭绝的这个恐龙不在我们的地球存在上 那难道我们这个地球就不存在了吗 我们这个感知网格就就不能用了吗 然后这块他说是的 为什么是这样 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 因为用动的概念 你是不好理解的啊 首先呢 我这里面给大伙来看一下啊 这是这个网络分层结构 我们既然用互联网给大伙做做打比方 那你得对互联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除了学计算机和IT的相关人士 大部分人对网络都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啊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网络是怎么运作的 但是你每天会用 你刷微博刷抖音 看视频聊天这些东西 你都在用的很好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底层是怎么工作的 对吧 我们简单来说啊 这个说起来复杂 我们说简单一点 整个网络分层的按照OSI的分层标准 它分成七层 它最下面一层的叫物理层啊 物理层就我们看到的网线啊 计算机的网卡啊 现在的WiFi网卡 这都叫物理层 物理层就定义我们数字传输的这个比特啊 就是0110这些东西啊 然后数据链路层 得建立数据链接啊 比如网卡得跟交换机 或者跟路由器 他们之间得有传输怎么通讯 他们之间怎么通讯的 对吧 就是机器和机器之间的通讯的啊 这个最底层的接口啊 叫树立链路层 就是你现在把线接上啊 你现在把网线接上 或者是把WiFi得架好 这是它的链路层啊 这是它的物理层 然后呢就再建立数据链路 啊 得组网 啊 这是中间有一些 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单独的协议啊 这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协议啊 每一层的协议都不同 就传输协议啊 物理层有物理层的 比如说光纤啊 要连光线 如果光线要连网线 必须得通过一个光电转换的接口啊 光模转换或者这样的一个啊 转换 所以说 要不才能接嘛 对吧 比如说你家里有WiFi 那你手机也得有WiFi啊 你手机的 这个芯片 都有一个WiFi的芯片 专门负责跟你家里的WiFi 他俩通讯 那这个通讯 他们俩符合这个物理层的最基本的定义 他有个规范 否则他俩就不能通讯了 对不对 所以说物理层上面是数据链路层 那他们之间怎么通讯呢 你一次传给我多少数据呢 你一次把整个电影一下扔给我 我怎么播呢 还是说我一次传一点呢 这种传输的协议就是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就是更上一层了 就这个网是怎么组网的 你是以什么样的协议 在组网 就这个组网 网络层 这里头就是 这里头很多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 我们就不去展开讲了 网络层上面就传输层 有了网络之后 网络就像公路网 铁路网 这个都好吧 这个公路网铁路网好理解吧 那这个网络建好之后 怎么传输呢 你这个卡车是怎么界定的 火车是怎么界定的 一节一节的车厢 对吧 你的数据是不是也得分成一节一节的传输 你的货物也得一段一段的 也得一节一节的运输 对吧 不是 数据也得分成包来运输 对吧 就是一包一个数据包一个数据包的 你的货物是不是也得分成一个卡车 卡车里头分成箱子 箱子里头有小包裹 你是不是也是这么传输的 一样的 在物理层上传输 而在网络上传输 跟我们现实生活中传输 是一个道理 有了网络 还有传输协议 对吧 这个卡车怎么送货 按照哪个地址送 送到哪去 怎么接收 对不对 等等 好了 你的卡车送到之后 你怎么把数 你怎么把这个货给人家 或者怎么把数据给到人家 给到人家收货单位 是不是都在都有个绘画层 对吧 你通过交货单 提货单 或者通过现在都是二维码 扫码 你得知道 对不对 比如说你退货 现在退货是不是有一个退货号码 一个退货的那个密码 或者是二维码 对方一扫 你这个货就能退了 或者收货退货都是一样 对吧 或者是那个人家快递送到你 那个小区的这个蜂巢里头 快递棍里头 你是不是得去取 等等 就这个过程 就是你都有一个绘画的过程 绘画在网上的就是表示层 就是表示层 就是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一种是加密的协议 还是不加密的协议 它是这种表达出来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内容 都有个表示层 就是怎么展现出来 这个数据 就是一个表现的表示层 表示层在网上的就是应用层 这是我们到底这个数据拿来是视频数据 还是电子邮件数据 还是一个微信聊天的一个文字 还是微信里面的图片 还是说一个其他的内容 这部分呢叫应用层 我们一般用户接触的都是应用层的层面 我们所有下面这一层 我们人类都不是人类 我们一般的用户都不接触的 我们根本就不接触的 然后呢 在TCPIP的这个协议层面上呢 它又把它简化成四层 它把应用层表示层绘画层 它把它统一放成应用层 因为表示层绘画层可以 对一般的非技术 可以把它忽略 它在底层去显示出来 然后呢传输层呢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TCP协议 或者UDP协议啊 它把它传输层 然后网络层是网络层 然后数据链楼层和物理层 它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都叫做网络接口层 我们的网络接口 所以说在TCPIP的协议里头呢 它又把它分成四层 这个关于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议和标准 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这是TCP的协议啊 它网络接口分成ARP协议 或者ARP协议 然后网络层又分ICMP协议和IP协议 然后再传输层又分TCP协议和UDP协议 然后在应用层的协议就太多了啊 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应用层的协议啊 无穷无尽啊 各种各种各样的协议太多了啊 所以呢我们大概呢 我就要给你讲一下这个网络分层 我们今天看到的互联网啊 上面什么都有 应有尽有 对不对 前提是它建立在这样的一个 网络分层的架构里面 你才能应用到今天的互联网 而赛斯讲的我们地球的感知网格 或者地球意识网格 就好比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互联网 那我们的地球上有一个像互联网一样的感知网格 而我们的这个感知网格或者叫意识网格里面 它也是分层的 它也是分层的 而在这个地球感知网格里面的分层 这里面的每一个物种 比如说哺乳动物 比如说植物啊 比如说菌类 比如说微生物 这每一个物种 我们说这个大类 我们不说小类 不说小类 小类就 就是大类 比如说植物 动物 微生物 这种大类 动物里头又分几类 鱼类 鸟类 还是鹿生类 海陆空三类 等等这一系列 比方说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 反正这三大类 就是这些大类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互联网上的这个分层中的一层 互联网中分层中的一层 就每一个大的物种分类就是一层 那现在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说赛斯说每一个大的物种 在一开始就要同时存在 如果不同时存在 这个地球意识网格就不存在 地球意识网格不存在 我们人类就不会感知到自己生命的存在 也不会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 也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意识感知的 这个载体的话 它就不复存在 为什么 这里头我跟你讲分层的原理 你就好理解 它不是一个大动的原理 你大动 比如互联网上 我们比如说举例子 我举个不太假的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北韩或者是伊朗 假设他们跟全世界的互联网都没有连接 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防火墙 或者一个封闭系统 就他们的网络 与全世界的网络是封闭的 是隔绝的 但是它就像是一个空洞一样的存在 但是这个空洞只会影响它里面的人 那外面的人不受这个空洞的影响 大伙该干嘛还干嘛 该看电影看电影 该看视频看视频 该刷抖音刷抖音 只是它里面的人自己受影响了 所以说如果用空洞 你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它必须得存在 为什么是绝对的必要 如果用分层 你就好理解 假设我们这里头举例子 比如说哺乳动物 就是传输层这一层 那你把哺乳动物 从地球上去掉的话 那整个意识网格 这个网络系统就不能运转 就不能运 就不能工作 因为它每一层都依赖于下一层 你把传输层去掉了 把哺乳动物去掉了 那上一层 从绘画层到表示层 就都没有了 那它没有了 那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网络 就是这个网络 如果只有链路 没有应用层的话 我们人是不知道 怎么来应用它的 我们的从网络上看到的视频 听到的声音音乐 都是在应用层面上的 所以说你现在都能理解说 为什么说 全世界的物种 在一开始就要同时被创造 因为它们是这样的一个层的结构 但这里头你千万记住 你不要把它想成进化论的结构 按照进化论说 那我们少了底层 那上面这层就不存在了 对吧 如果没有最开始的单细胞生物 就不会有多细胞的生物 这是进化论的观点 记住啊 这中间是完全两码事 简单来说 就等于说 我们的意识从最底层到最高层 我们同时构建了一个整体的意识网络 在这里面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物种 我给你说了这么多 举这个例子 就让你想让你明白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绝对必要的 他说 所有的哺乳类 鸟类 鱼类 都是这个格子网 绝对必要的一部分 为什么是绝对必要的一部分 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个 而且想跟你强调 它不是洞 它是断层 它是断层 少了这一层 这网络就瘫痪了 然后接着看赛斯说 以某一种说法来说 物质宇宙是从必然为其源头的另一个石像搬过来的 它是原本照搬过来的 就全部搬过来的 它不是说先来一点再来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物质宇宙是从梦宇宙里头直接照搬来的 而且这个梦宇宙肯定不是在我们这个物质宇宙这样的一个时空之内的 赛斯接着说 世界本来就是现在也是在时间以及你们所了解的空间之外的次元 也就是唯独创造的 他说宇宙本来就是现在仍然还是还在创造着 我们的宇宙就是时时刻刻生生不息的 在其他的次元的创造下 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创造着 他创造的源头在另外的维度 不在这个维度 而其他的石像就如你们自己一样的合法 他说那些你说在其他的石像创造了我们这个石像 就是在其他的维度创造了我们这个维度的世界 或者在其他的世界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 那你说其他的那些世界到底是什么 他说其他的世界就像你们这个世界一样的有效 一样的重要 你觉得这个物质是重要 那个世界一样的重要 而且一样的真实 他真实打了两个引号 这个真实不是你理解上的物质上的真实 但是他们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呢 那些其他的石像 他们跟你们是共存的 跟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共存的 并且就你们的理解来说 按照我们人的观点来说 是在同样的空间里的 如果用我们人类的对于时空的理解上来说 你问他另外的宇宙在哪啊 另外的时空 另外的平行世界在哪啊 塞斯说 如果用你们人能理解的话语来说 就跟你在同样的空间里头 就在你这个空间里头 记住啊 这句话是说 是以你们的观点 是以人类的理解 这是不得已的方法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理解这句话 但是记住啊 这句话不是一个究竟的说法 就跟我们在一个同一个空间 重叠在这里啊 是一个多重宇宙 一个multiverse 这个这是我们普通人的理解啊 重重叠叠在一起 只是分属于不同的维度 但是当然 就你们的经验来说 那些空间 即时向 彼此会显得是相当分开的 可是从你的实际体验和感受来说 这些 好像在同一个空间 共存的这些平行时空 他们彼此又完全独立 相当的分开 也就是说 在不停的创造的 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 另外的那个世界 另外维度的那个世界 它和我们看似分开 完全是隔绝的 但是不过 他接着说 不过 没有系统是封闭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 造成一个世界 或者一个实相的活生生的感知的这个网格 也是与其他的这种系统 接上了线路的 这块你用互联网连接就很说 好理解 而在其间 有一个交互作用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实相 都有其自己的感知的网格 而不同世界的感知网格 他们在链路上 在线路上 是连在一起的 记住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呢 你可能感觉不到 他们的存在 但是他们之间 是彼此相通 互相影响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个世界 又怎么可能 被另外一个世界 所创造 而且还一直在创造着呢 所以说 他们在链路上 是链接的 而且是交互作用的 然后这个热切的传述 这个赛斯的话 在九点半 就停顿下来了 赛斯接着说 他在想怎么说 组成你们世界的 这个感知的网格 给了你们 所经验的世界的画面 感知网格决定了 你怎么来经验 我们的世界 或者体验我们的世界 因为你的肉体感官 将你置于 整个格子内的某个位置 因为你的肉体感官 眼耳鼻舌生意 把你放在了 整个感知网格中的 某个位置 因为你会有一个 时空的界定 根据时空的界定 就把你固定在 这个网格的某个位置了 然后你从这个位置出发 或者基于这个位置 你来感知这个世界 而神奇的是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网格的世界里头 你永远觉得 你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就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 或者每一个意识 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呢 这个用互联网 就特别好理解 在互联网上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是中心 都以 这个网是以自己 这个点 蔓延散播开的 这个世界都在跟他做连接 他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点 这样的感知和认知 是对的 是没错的 但是如果他 从另一个视角 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 整个地球的互联网上来说 他就会看到 自己只不过是 众多网格中 链接的这个单元中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存在 但是因为他连接在这个网上 他既是一个小小的存在 他又是整个地球意识网格 这个巨大存在的一部分 也是整体中的一分子 所以这就是他神奇的地方 举例来说 动物虽然是你们经验的一部分 但却也在另一个层面 记住另一个层面 他调准到了那个网格里头来 这句话很有深意 他说 我接着往下说 把这段说完再回答 他比如说哺乳类 鱼类 他就在说鸟类 人类 他把人类从哺乳类里头摘出来了 爬虫类 以及植物类等等 这里面他再举例子 无所谓 这些每一个大的分类 每一个都是 那个较大感知模式 也就是那个网格的 绝对必要的一部分 他再次强调 他这句话是不是已经重复了 他再次强调 是整个感知模式 也就是整个感知系统 整个网络 网格感知系统的一部分 绝对必要的一部分 绝对必要 不是一般的必要 是绝对必要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些 哺乳类 鸟类 鱼类的存在的话 这这个感知系统的网络 就不会存在 这个你能理解吗 而以那种说法 甚至你们时间在开始的时候 那个模式就必须是完全的 就是它各个层必须得全面的 对吧 还记得我刚才讲的这个层吗 对吧 从应用层到物理层 每一层你把它想象成都是一个大的物种 动物鸟类人类 这里头人类相当于在哪一层 人类相当于 如果做类比 记住啊 比喻的话 人类才是在应用层面上 人类是在最高层面 在这个应用层面上 那些其他的动物在哪面 在哪里 比如说哺乳类动物 可以表示在表示层 脊椎动物可以把它画为绘画层 就等等 你可以这么一层一层的画 所以说这些物种 也就地球的整个的生物的形态 它的存在 我们就说我们的生物系统吧 生态系统吧 它是从一开始就必须得完整的建立起来 如果一开始不是完整的建立起来 就不会存在 所以不是像我们进化论想的 先有简单的再有复杂的 一步一步的 等等等等的 它必须得是一个 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 它必须得一开始建立起来 一建立起来就是一个 一个平衡的 相生相克的系统 如果按照进化论的观点 就不会有后来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这个是当这个地球上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 先有植物和有动物 如果按照进化论的先有植物 急物在极大茂盛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产生动物了 它就不可能产生动物 因为它已经占据了地球上所有的资源 它就按照进化论的观点 它自我繁殖的非常好 它没有必要再诞生出一个 专门吃植物的动物来 那种食草类的动物就不会诞生 没有食草类的动物就不会有 那些食肉类的动物的诞生 所以说地球之所以像今天这个样子 这个生态的整个生态环境 我们的这个生物链 如此的完美和和谐 是因为它在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既然又有相互合作 又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他们的合作 用赛斯的话说 在一个合作性的冒险里头 都在做最好的自己的同时 也有利于整个地球生态圈的存在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们是一种合作的冒险的状态 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说 就是一个生态环境 或者一个生态链的问题 我们再回到书的内容 所以说你就明白 这里头为什么说 每一个物种都必不可少 为什么每个物种都必不可少 因为少了这个网络就少一层 这网络就不复存在 他中间说到他的猫 还是像以前一样 跳到沙发上 把他里锁成一个球 传在他的左上 他说以不同的 赛斯介绍说 在种种不同的时段 那个网格 那个意识的网格 或者感知的网格 可能比其他时段 沿着某些电路负载 更多的信号 他的意思就是 有的时候来说 某些网格的那个带宽比较宽 我们就这么来说 我好理解 带宽比较宽 所以呢 就允许了许多创造的富裕 尤其是那组成你们 较大分类的物种而言 简单来说 比如说哺乳类 是一个大的网格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分层 但是在这个哺乳类里头呢 可能又有大量的这个 信息的这个勇于 或者是说带宽的富裕 那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哺乳类的带宽的富裕下 就会发展出 无穷多种 或者很多种 哺乳类的分支 举例来说 一直是有鸟类的 但是在这个庞大的活动 活的系统的所有部分之间 那个内在与外在的沟通的伟大的互动里 有一个创造性的互动 在那个人许 在那个类别之内 并且在其他的类别之内 有无限的变奏 他的话都是文走走的 换句话说 哺乳类动物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哺乳类动物之下 有多少种小的分支 比如说猫啊狗啊这些分支 那都是它的变奏 它们存在和不存在 对整个感知系统的整体来说 没有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哺乳类动物不存在 那就不行 整个地球的网格系统就不复存在 但是在这个大分支下面的小分支 就各自不同 有的分支可以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哺乳类动物 有的分支就非常的简单 比如像爬行类就相对简单一些 当然也不简单 相对独物来说 相对哺乳类动物来说就简单 蛇嘛就分蛇的形式都很像 可是哺乳类动物的形象 那就千差万别 可是蛇虽然形式也千差万别 但是总体的来说 它的形象都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说对于爬行类动物来说 它的变奏我们就可以说比较小 对扑乳类动物来说 它的变奏就比较大 但是对每一种来说 它其实都有无限的变奏 都有无限的变奏 你们的科技沟通系统 是一个有意义的建构 就我们现在的科技建构的 我们现在的通讯网络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建构 为什么呢 是一个了不起的建构 它再次强调 很厉害 你们的网络 当时1980年啊 已经有了互联网了 互联网是1969年就已经存在的 是从那个APA网 从美国军方的一个网络开始构建 从大学开始一点一点的普及啊 在80年的时候 美国这个互联网已经存在了 只是在科研单位和院校之间在应用 在一般的寻常老百姓里头 还没有普及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的普及啊 80年代时候 电脑才刚刚开始有啊 有一点这个苗头啊 还没有普及的时候 真正互联网的普及在国外 是80年代的中后期 大概是 86年左右啊 86年 可能85年86年开始 在国外开始普及啊 到中国大陆普及的时候 大概是在92年93年 91年92年的时候啊 中国才开始有了第一个啊 从北京的原子物理所 开始接第一个接上了世界的互联网啊 一个那个时候还接了一个非常小的链路啊 只有十几K啊 还是几十K啊 我忘了一个啊 跟互联网的一个链接 所以说那个时候赛斯其实已经 已经预见到了互联网 作为将来人类未来网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传播形式 他说你们的网络啊 通信网络 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呢 但是呢 这个网络虽然很了不起 却是建立在你们与生俱来的知识上 他说 虽然好像是科学家发明的 但是这个科学家发明的这个互联网 是在你本来就有的与生俱来的知识上 那个知识是关于在所有物种之间内在的细胞的沟通 我那样说并没有剥夺理性和为那个科技而自诩自在的这个权利啊 他说这些内在的知识你本来就有 然后我们接着看啊 他说这个生命的这个大的分类 就刚才他说的这个物种的分类 给了你那些模式 什么样的模式呢 就是一个意识网络或者叫感知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意识呢 在其内在这个网络之内形成他自己 记住啊 意识在这个网络之内形成了意识自己 这个很神奇啊 你要不要觉得是说 意识是从哪来的 意识怎么过来的 意识必须要在这个整体的意识网格之内 才有他自己的这个地位 而因为那些模式呢 看似是相当的稳定 所以呢 很容易就错过 他们在每一刻都被充满新鲜能量的这个事实 因为我们的这个模式啊 就这个感知网络的模式 也就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模式 看起来如此的稳定 你就没有发现 其实他每一刻都是全新的 每一刻都被新能量充满着 人类在他的肉体的发展过程里面 他没有经过那个离开水啊 登到陆地上啊 然后再变成哺乳类的假想生物 假定跟随的阶段 就没有进华论所说的人 是从原始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到水 从海洋一直到陆地 没有这个过程 但每个物种的确在其内含有其过去的知识 这个其过去 它是打铃号 不是我们理解上的 它的那个过去 它的这个其过去 指的是它含有其他物种的知识 因为它们都在一个网络之内 而这个过去 我们人类是认为它的过去 但其实它不是它的过去 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图里头 让你清楚的了解一下 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看 每一层的网络都依赖于底层网络的支撑 没有下一层的网络 就没有上一层的网络 对吧 那你可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那下一层的网络 就是上一层网络的过去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如果从生物角度来说 你从从那个时间的角度来看 好像是不是没有下一层 就没有上一层 所以说下一层就像是上一层的过去 但其实它是它的过去吗 它不是 它们是同时产生的 这块我再跟你强调一遍 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有 所以说这里头每一个物种 都含有它下一层网络的知识 它叫做起过去 就指的这个过去 指的就这个 再一次的 这有些部分是很难表达的 这个地方不是好说清楚的 而我必须试着赋予 就自新的含义 给它新的含义 我把这个旧词必须得付新意 否则你不好理解 所以说他把这个打了很多引号 不过呢 物质生命的转世层面 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提供了一个内在的主观背景 而这样的一个背景 在每个物种都是需要的 他说这个物质生命的这个轮回转世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除了提供生命 在生命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去体验以外 它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他给你一个内在主观背景 让你能够认知到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是说 我们的物质生命 在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每一个存在 每一次的轮回 它都给整个大的生物群落 存在的这个主观的大的背景 它需要给它提供 它是这个大背景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这个生物提供的 这个主观性的大的背景的话 那其他的物种也不能存活 这里头记住 它不是给自己的这个物种 提供一个主观的背景 内在的主观背景 它是给所有的物种 提供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主观的背景 记住这句话很重要 每一个物种都给其他的物种 提供他们的内在的主观的背景 其他的物种依赖于这个物种的存在而存在 那么就所有的物种而言 转世都是存在的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他们都需要转世 因为他们的转世在为别人提供那种内在的背景 内在的主观背景 可是呢 一旦一个意识选择了其物质存在的较大类别的时候 它在其转世的存在里 就停留在那个架构之内 这个意思 它下面接着说 举例来说 比如说哺乳类原来它就是哺乳类 但是物种可以在那里分类之内改变 他说他前面说了这个大的物种 的重要性为整个这个意识网格 或者是感知网格 提供了这个绝对必要的存在前提 他又接着说 他说一个 就是当一个物质的这个存在体的时候 比如说当一个小猫 小狗 狮子老虎 举例子 当他们选择在一个大的类别 比如说在哺乳类这个大的类别里 转世的时候 那他下意识 我们用人类的角度来说 他他下意识 他还是哺乳类动物 他还是哺乳类动物 这里头一定记住 如果他现在是一条鱼 那他以后转世呢 还会转成一条鱼 但是他可以在鱼的种类里头做选择 可以是别的鱼 别的种类的鱼 不一定是这种鱼 所以这是希望你能理解的一点 他这呢 就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基因的力量 为什么呢 他在这个同一大种类里头 他们的基因变化是比较小的 然后在这个基因呢 在这里头呢 也做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就是在基因 在你的这个下一次的转世里头 基因这里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关于基因的部分呢 他后面会去讲 我们先不讨论 而在这些分类的意识里面 就是分物种 比如说 哺乳类 爬行类 这些 因为他们的癖好与目的 而选择了那个类别 你说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是不是像六道轮回一样 给他限定死了 他只能转生成这个 不是 是因为他想弄那个 他想体验那个 他想做那个 换句话说 你为什么下一辈子 你还要愿意做人呢 因为你想做人 就这么简单 你说我能不能转成一个动物呢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有这个癖好 你有这个想法 你可以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 没有人会喜欢 或者愿意转生为成一个动物 我们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并不是说不可以 举例来说 就意识而言 你们认为动物仿佛有一个 有限的身体的活动的范围 比如说 一个动物不能决定去看报纸 不能去看张报纸 你觉得这就是一个限制 每个动物的行动都有限制 报纸呢 是在其实 在其实项之外的 你觉得报纸是在动物的世界之外的 动物世界里头没有报纸 然后再次说 实际的来说呢 动物们 在某些其他区域 有一个广得多的范围 他们对他们的环境 对环境的分开 他们自己 并且也对 也对作为环境的一部分 都有一个密切的多的觉察 动物确实不看报纸 但是动物在其他的领域上 有更多的觉察的范围 他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而他跟我们人类一样 他能觉得出 他和他的环境 和环境分开的 他们的自己 他们和自己和他们物种之间 动物和动物之间 动物和环境之间 以及自己作为环境的一部分 他们都有非常密切的观察 觉察 远比我们人类在这方面 要强得多 所以说他说 他是不看报纸 但是他在其他层面上 要比你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然后赛斯热切的说 就那个方面来说 他们的经验是另一种 与另一种关系打交道 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们和其他的层面在打交道 我们再回到 我们刚才的这个网络分层里头 比如说网络层也好 传输层也好 绘画层也好 他们是在跟不同的层面打交道 比如说绘画层 就是在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的底层 就是他们在做链接的时候 两个数据要做握手链接 交换数据开始交换之前 要先做一个数据的协商和协定 咱们两个用什么协议来传输 怎么传输 是什么样的数据 数据的前面几位代表什么 后面几位代表什么 咱们都得说清楚 数据丢了怎么办 数据错了怎么办 怎么纠错 怎么丢包 怎么处理丢包等等 这一些的层面的处理 不在应用层上处理 所以说它像是两个应用程序 和两个应用程序的数据接口之间 在做 在这个层面上做交互关系 而我们人类是在应用层面上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APP APP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那种 电子版的报纸 不论是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还是国内的各种时报 这种电子版的APP的报纸 让你看到之后 它们底层的数据链接 是它们和它们之间在做链接 就程序和程序之间 服务器和服务器之间 电脑和电脑之间 手机和手机之间 所以说你看到的 只是我们在应用层上的 就是人类 就是我们人类跟报纸这些打交道 就好比是我们是在这个层面上 在打交道 而其他的呢 其他的动物呢 它们在其他的层面上 在跟我们的环境打交道 但是没有它们不可以 没有它们这个底层的这个协议 是不可以的 我们上面的应用层也不复存在 他前面这一段一直在讲这个 然后呢 真刚才在转述的这过程中 他停了好几回 我觉得赛斯是在找 最能让他的意义 尽可能清楚的这些字眼 然后赛斯接着说 这些感知的格子 这些感知的网格 在你们的时间次元里 它并不是永远存在的 很有意思啊 为什么在我们的时间次元里 并不永远存在呢 它在我们的时间次元里存在 但是不永远存在 这一点可能你就迷惑 说为什么不能永远存在呢 因为我们的时间啊 是一个有限的维度 而它的存在啊 要远大于这个 他接着说啊 随着我们的时间的这个 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我们这个地球世界的这个演化 他们也会消失 在这个物质实相里头 他们最终也会消失 他接着说啊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物质次元 无法保有任何在它外面的这些东西 因为它在我们外面啊 它在我们的外面 它在我们的时间之外 所以说我们无法保存它 它在另外一个维度上 可是不过呢 一旦一个世界存在了 它就印在永恒上 任何一个世界只要存在了 它就会印在永恒上 所以它同时存在于时间里啊 时间内和时间外 很有意思啊 在时间外 它是永恒的存在 在时间内 它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他说当你问 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或真的发生了什么 在世界开始的时候 或者说 是否有一个伊点元 你是在指 如你所了解的这个世界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问的都是你们现在能了解的这个物质世界 但是以那样的一种说法来说 在你们认知的地球存在之前 在同样的空间就有地球存在过 它在你们认知的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的地球啊 比如说存在了46亿之久 你们在这个认可的这个地球存在之前 就已经在这个地球所在的这个太阳系的这个空间里头 就有其他的地球存在过 它也是地球 不同版本的地球 而他们是以本书前面章节里 我告诉你们的那种方式开始的 你说那个地球怎么开始的 是跟我们这个地球开始的方式是一样的 是跟我们这个地球的开始的方式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宇宙或者这个物质世界都是一种方式开始的 地球的模式在你们的时间次元里 它是继续的 在我们的时间线里 它是一直持续下去的 虽然那个时间次元里 那些世界必须要消失 它会持续很久一段时间 但是它再久 它也会在我们这个时间次元里头要消失的 然后呢 它消失以后 为了什么呢 以便于继续它们在时间外的存在 然后那个模式又再次被填满 又一个新的地球 以同样的模式再次的产生 塞斯这段其实是给你讲 为什么说它既在时间内又在时间外 他把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他给你讲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一旦产生 印在了永恒之上 但是它在我们的这个时间范围里头 它终将还是会消失 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说 在另外一个时间维度上来说 它从未消失 它会继续存在 然后他用它的模式呢 他又创造了一种模式 用这个模式呢 再次生成了一个物质地球 说的直白一点 有一个内在的无形的世界 或者一个内在的世界 这个内在的世界一旦创造出一个物质的世界来以后 他就不去管它了 他就不怎么管它了 他赋予他所有的能力和创造性之后 他就让他自己去发展 然后呢 等这个世界啊 在我们的这个时空范围里头 如果消失之后 那他就会再去弄下一次 就这个梦结束了之后 他会弄下一个梦 他按照同样的模式 就再会做一个 而做完之后 他又不去管了 这你要能理解 你不要认为有一个 什么一切万有事的东西 好像在那儿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地球的发展 地球的演化 好像它偏向左 我们就把它揪到右 偏到右就揪到左 不是的 没有的 这些完全都是自主的 自制的 自发的运行的 你一定要理解 一切万有 它是自动自发的 它的自发性 是一切万有的 11个宇宙基本属性之一 这个你一定要理解透 不要认为有一个什么 更高的东西在这里 监管着整个宇宙的运行 没有 他在创造的一开始 就把所有的规则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这个模式都给了你 在这个模式里头 你们随便的玩 随便的折腾 然后呢 他就不管了 他的不管的意思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说 但是呢 他化身为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存在 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体验这个过程 但同时 他在另外一个维度里头 他也存在着 你一定要记住 有两个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是说他化身为我们物质世界的存有 他就不在那个非物质世界的存在里面存在了 他仍然存在 他同时存在 在地球的这个例子里 感知的这个网格 只是被不同的利用而已 嗯 他说在上面这个例子里啊 地球消失了又创造 这么一个过程用的都是什么感知的网格 而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他 每用一种方式利用就出来一种新的地球 啊 记住啊 是被不同的利用而已 如果你把地球的诞生看作对意识网格或者感知网格的不同的利用的版本 你就好理解他了 在某些时代 某些区域变得重要了 而在其他时代则较不重要啊 他就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这个感知网格的感受是不同的啊 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时代啊 变得在这个地球发展当中变得不一样的重要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只是给你举例子啊 比如说 在地球的前几次文明里头 那有的时候 有一个时代 那人们对声音的感知和认可就完全不同 那个时候 人们重点发展的是在声音啊 或者是啊 其他的方式 那在其他的时代上 又对其他的应用 又不一样 比如说 有的时代呢 在地球上 那比如说 在某一个地球的版本里头 那母大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在有些时代呢 亚特兰蒂斯 这个地 这个地 这个地区 就是整个地球的一个 科技和文明发展的 最高点 所以在不同的时期 地球的不同的区域 和在不同的时代啊 有的时候是 这个灵性发展时代很重要 有的是是科技发展时代很重要 有的是那个原始的那种 未开化的那个文明时代 发展很重要 所以说 地球的不同的版本 它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啊 不要认为 他们都是按照一个同样的发展模式 或者一个 意识觉知的 网格的模式在发展 他们是 这个感知网格的 不同的面向 被不同的利用了 你这样才好理解一些 以你们对时间的这个概念 我只能说 当形成某个特定的地球的 某个意识丸形 以尽其所能的形成其实相 他说我 对我们人类的时间的 从时间段来说 他说 当形成某个特定的意识丸形 就是你说这个不同的地球的版本 他怎么来的呢 他说某个地球的整个意识丸形 就是地球的意识丸形 记住啊 不是某个物种的某个人的 是整个地球的 整个意识丸形 他已经尽其所能的 形成其所有的实相 记住啊 他尽量满足 这个实相里面 这些个别的与集体的能力的时候 然后他们怀着爱心 把这个感知的网格 交给其他人 而继续参与 让其他人继续参与 以你们的说法 非物质的存在 就是他把物质的这个世界 交给了其他人 而他继续参与非物质的存在 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个地球的整体意识丸形 他在创造自己的丸形的时候 他已经尽其所能 形成所有的实相 而且满足他们 这个实相里面的 每一个个别的个体 和集体的能力的同时 他在创造之初 这个地球丸形 他称之为地球的完整的这个丸形 整个的丸形 就包括所有这一切 但是呢 他创建完之后 他就不管了 他把这个感知的网格交给其他人 这个其他人 他没有说是哪些人 哪些人 那些早期的梦游者呀 那些早期的做梦的人呢 那些从梦里头醒过来的那些 就是赛斯前面几张讲的那些呀 从梦中猛醒过来的那些人 他就把这个物质实相交给这些了 他交给他们的是一个感知的网格 或者叫意识的网格 然后呢 他自己在干嘛 他自己指的是这个地球的意识完形 他在干嘛 他继续参与非物质的存在 他不参加我们的物质存在 我指的是这个地球意识完形 他不再参与 他创建完了之后 他就不参与了 而那个已经发生了许多次 就这种方法 这种创造的方式 他已经发生了很多次 那么你们关于意识原故事 是个有关地球最近一次开始的传说 就是你们说的意识原 这是最后最近一次地球开始的 这个版本的传说 而再一次的 每个世界都是如此巧妙的建构的 每一个不同的平行地球 每一个版本的地球 都是如此巧妙的 以至于每个意识 不论其大小程度 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你们的每个行动 不论它多么不重要 哪怕再小的一件事 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 与另一个取每一个别的实相 及每一个别的世界相连 他说你的小的行动 小的念头 小的思想 小的动作 它都会跟其他的实相相连 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 不一定是哪种形式 以你可能知道的 或者不知道的形式 和每一个其他的实相 和每一个别的世界都相连 他这句话是告诉你 这些所有的地球的 不同的版本之间 它们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你不要认为说 在那个地球版本里头 跟我没有关系 我活在这个地球版本里头 然后我怎么怎么样 不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地球版本里的 你的这些 在实相里的这些动作 你的所思所想的 所动 所为都会影响 其他的跟这个地球 平行的其他地球上的实相 就像我们这个地球的实相 也被其他地球上的实相 所影响是一样的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你想问这个地球的世界 能量或者是这个事情 实相是怎么发生的 你要明白 它都是有其他的可能的 平行的世界的存在 说到这儿 如果你前面学过未知的实相 你就应该更好理解这个过程 如果没有学过 你就按照他的理解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已知的实相 背后都有无数个 未知的实相做支撑的 然后呢 赛斯是全部都是十分强调的 说到上面这句话 然后呢 以一种说法来说 虽然我在这个客厅里 说话的时候 我看到时间没有过去多少 今晚我们到某种程度 已经超越了时间 因为在我所说的话里头 的确有暗示与幻想 一种韵律所存在 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 可以让你稍微感受到 时间范畴之外的存在 赛斯是我今天在这个客厅里 给你传授这个资料 其实是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运用了暗示和幻想 我的这个暗示和幻想 从某种角度来说 是一种韵律 在这种韵律之下 如果你能准备好的话 前提是 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 你就可以感受到 时间范畴之外的存在 我不让你能不能理解 赛斯的意思 赛斯是想说 我就不在你们的这个时间之内 我今天过来给你讲这些东西 我在这个 比如说从九点多 一直讲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是干嘛 我其实在今天晚上的传递中 我有意的 怎么说 让你超越了时间 换句话说 你觉得好像讲了很久 可是你一看表 可能才过了半个多小时 你可别忘了 这节课从他现在讲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 才十点零八分 就是这还有两段 我还没说呢 对吧 这一段 这一共才讲了十点零八分 那他这一节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九点多开始 也就是到现在为止 这一节 他整个讲完这一节 用了才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中间还包括大量的停顿 我就不用讲了 赛斯的意思就是说 我能让你感觉到时间的能够被超越 包括我来跟你讲 这件事也是在对时间的超越 我现在让你切实的感觉到 时间可以被超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这样的经历 其实没有经历过的人 是不能理解的 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 比如说我们在洛杉矶的 线下的活动里头 那有一个 有一个 海伦 他就是他做 在做一次冥想的时候 他在做21天冥想 第14天还是第几天 那整个冥想是21分钟 24分钟 我忘了 他说 他做之前 他大概看了一下时间 做完之后 他整整听着那个音频 跟着音频做冥想 冥想结束之后 他一看表 时间没有变 他当时就坐在那 有点懵 他说我看错了 不可能 对吧 我不可能有犯这种错误 再三确认 也不敢跟别人说 怕别人把他当疯子 就是这么 这是经历过的人 都能体会到 没有经历过的人 是不能理解 这种时间被超越的感觉 他即使要试着 以语言表现这种资料 也必然会造成 涉及感知的改变 他说当我想用语言 给你讲这些资料的时候 它一定会涉及了 你对感知的改变 因为虽然那个网格 对你们的感官而言 是相当稳定的 给了你们关于实相的 一个可靠的画面 但是这也是因为 你们曾训练你们自己 只接受某些的外在感官的信号 而其他内在感官的信号 在其他层面是可以得到的 举例来说 你可以调准到细胞的意识 他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把自己的意识 调准到细胞的意识 而不是指调准到 你的外在感官的这个意识上 这是他想告诉你的 换句话说 当你调准到细胞的意识上的时候 意味着你就已经可以超越了时间 因为对细胞意识来说 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细胞的意识上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我们的心理时间 有我们的心理时间 九种内在感官的第二种 就是一种心理时间 我们就 就这段就说到这吧 这段其实就是告诉你 通过时间的确实的 让你感受不同 让你能理解 你是可以超越时间的 既然这个资料 必须是可以被理解的 因此鲁伯和我一同形成 我们自己的感知的途径 他从他的那端 而我从我的这端 因而我们来回穿梭 好像穿过某个庞大电脑的电路一样 却是一个活着的电脑 赛斯继续说 为了让这个资料可以被理解 我只能借助和鲁伯和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俩形成一种感知的路径 一种感知的电路或者感知的线路 然后鲁伯才能从我这端 链接到他那端 然后在这个信息的来回传递过程当中 他不是一次一股脑的灌过来 他是来回的传递 为什么来回呢 因为要跟鲁伯的理解力有关系 当他不能理解的时候 他又再回去 再去赛斯那里去了解 赛斯在传递过程当中 也要寻找恰当的词汇 就是鲁伯的意识里头 有的词汇来表述他的意思 他说这样的一个来回往复穿梭 记住这是一个来回穿梭的过程 不是一个灌的过程 不是赛斯把资料灌给鲁伯 是他们之间要不断的来形成这样的一个感知 鲁伯要先感知到才能说出来 至少是在他的潜意识那个层面上 是这样子的 他说这个就像是电脑的两端 一端接着服务器 接着庞大的网络 前着一个更大的网络 那个网络远在于我们这个觉知网络之外 但是他们内在又有连接 赛斯是不是不在我们这个时空的感知网络里头 不在 但是他通过他的存在 通过赛斯资料这个活生生的事实 就告诉我们这些不同的时空 和不同的平行宇宙里的链接是存在的 而且是可能的 他这里头就说到这 然后赛斯说 口售结束了 此节结束了 除非你有问题 赛斯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嗯 走这一节的重点我们大概也知道了 然后呢 嗯 这时候罗就开始提问了 后面这个问题都是罗在提问 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啊 都非常重要 那些罗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你看罗问了什么问题啊 罗说呢 我现在呢 除了做这本书的记录以外啊 我还在为个人与群体实践本质整理啊 的一节 在整理这一节里头 有关于一年前我们的猫比例一世之死的第八百三十七节啊 你说根本没有任何像一个猫的意识的这类东西 赛斯点头说是的啊 他说 然后罗说今晚的课程提醒了我那一节 我看出他们是如何的彼此呼应的 罗说你今天讲的这个课让我突然想到了一年以前你说的 没有一个叫猫的意识的啊 这个东西那节课 我现在才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 当然那节他说的是一个意识焦点的问题啊 他在说没有一个猫的灵魂 也没有一个猫的意识 只有一个意识焦点 他想作为猫 体验猫的感受 他就来了 那是那一节里头赛斯主要讲的观点 然后呢 罗说 我觉得他跟今天的课是相关的 然后呢 赛斯说 他们的确是的 比利可以如他选择 生为他的分类之内的任何一种哺乳动物 赛斯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说这个比利死了以后啊 可以不做猫啊 也可以做别的哺乳动物 然后呢 罗就接着问 他就不会变成了六道轮回的观念了吧 会吧 然后罗赶紧问 他这时候罗为什么问呢 罗就想到了 人也是一种哺乳动物啊 他人也是 你原来说人不会轮回成动物 那这里头你又说 猫可以轮回成任何一种哺乳动物 他说那 人是哺乳动物吗 他就想问这个 那猫是不是可以轮回成人呢 人是不是也可以轮回成猫呢 认为人也是哺乳动物啊 这不就是六道轮回吗 人到畜生到 阿修罗到天 什么天人到 等等啊 然后赛斯说 那是另外一回事 赛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回答 赛斯说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指人作为动物 他是 那是把人生作动物 就是人生出来 作为动物 他指的是那么一回事 我把人放在了自己 人他自己那一类里头 人跟动物不是一类 人虽然按照科学家的划分 人属于哺乳动物的一个分支 他下面会给出这个分支 非常 非常 非常多的层级 他说不过要记住 还有片段体的存在 那也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片段体 他下面会讲到什么叫片段体 片段体英文就fragment 就是片段的意思 片段体 他下面会讲 别着急 他上个星期六的早上 我有仿佛两个完全相同 而并排或者同时的梦 但是他们并不像在一个双重梦里那样 一个在另一个里 罗说我上周六 上个星期六早上做了两个梦 这两个梦是同时并列的 不是双重梦 不是一个梦在另一个梦里头 不是梦中梦 是平行的两个梦 他们这是咋回事 然后赛斯之一就打断他 没等他说完 赛斯说你知道 在一个时候你可以有不止一个梦 你也可以体验可能自己梦的版本 就是你不 你可能有不止一个梦 你还能体验可能的自己的 那个可能的自己做的那个梦 那个梦的版本 但总有一些接触点 那就是说 你为什么会说到这样的一个梦 总有一个理由 他总有一个 就是为什么这两个梦会在一起 总有一个理由 内在的理由存在 人们所有的梦 形成了一个集体的梦的架构 我们所有的梦 你的梦 我的梦 所有的梦 包括可能的你的梦 都形成了一个集体的梦的架构 梦存在于其他的层面 梦存在于这个梦世界里面 有一个梦的世界 那里面是我们所有的梦的集合 就像我们有一个现实世界 是每个人人生的 白天日常生活的一个集合一样 而当然在物质层面 它们影响身体的状态 这个梦在这个物质层面 影响我们的身体 可以疗愈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世界的行动 是在集体的梦的沟通里解决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这个醒着的时候的世界 里面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在梦的世界里头 沟通解决的 你没想到 这个他在以前的课里都讲过 那在同时既是公开的 又是私人的 他这又涉及到一个集体事件 也涉及到一个个人事件 他既是公开的 又是私人的 记住 他是同时 不存在一个事件 只是一个个人事件 任何个人事件 他同时又是一个公共事件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你觉得是你很个人的一件事件 你很个人的 只跟你个人有关的一件事件 比如说 你跟谁吃饭和不跟谁吃饭 这是个完全私人话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这个事件也是一个公共事件 国家以那种方式 解决全国共同关心的事物 关心到国家大事 也是在梦中共同解决的 当你在睡觉的 和你清醒的时候 你都一直在思考 你都一样的在思考 你不是在醒的时候才思考 你睡的时候也在思考 在梦的世界里头 你也在思考国家大事 但你睡着的时候 你的思绪有一个更丰富的 次元的投影 它们因象征 与影像而变得丰满了 他说当你睡着的时候 你在一个更大的维度里头 去做投影了 在那个梦的世界里头 因为有很多象征 有很多影像 所以说他就看得很丰满 感觉这个内容很丰富了 然后赛斯就说 此节结束 并祝晚安 就内容就完了 然后在10点25分 甄从出神状态回过来了 甄说 哇 我有一个感觉 我们有非常棒的一刻 甄的感觉很准 甄一旦离开出神状态 就很热心的说 我同意 我同意了 肯定的 他说 我真的努力摆脱科学 关于进化论的信念 和任何像那样的东西 甄说 我在我的脑海里 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影响 但是我尽量去摆脱 关于科学和进化论的那种信念 因为赛斯在传递这个资料过来的时候 要通过真的意识去理解它 如果真是不能认可这些事情的 很多资料是传不过来的 甄说 我再尽力摆脱 然后呢 摘自我的梦的笔记 1980年2月23号星期六 像平常一样有颜色的梦 我几乎记不得任何东西了 但是真建议我尽量写下来 我有两个梦 并排着的 是并排的两个梦 我相信他们彼此是相同的 两个相同的梦 而每个里都有同样的人物 以及同样的解答 梦都是一样的 我在山坡旁边的一个新房子里 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涉及了 在一个有名的电视节目里的 一个男性的角色 我昨晚看了那个电视节目 不过 我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能有两个并排的梦呢 好像他们本应该是先后顺序的 我并没有一个梦 在另一个梦里的那种感觉 像是你称为的一般的双重梦那样 没有 这是他课后的注解 关于他的梦 两个并排的梦 一模一样的 然后下面 是这个注释 他的注释也非常有 有意思 因为赛斯的这些 在这本书里的很多的观念 即便是在 罗和珍 已经传递赛斯资料 资料十七八年以后 仍然在颠覆他们的认知 在赛斯每一次颠覆他们认知的时候 就当每一次有这么棒的课程传过来的时候 他们俩的感觉 就都是这样子 他们会有很多问题要问 他们会把很多以前的内容重新再梳理一遍 这个后面的这些注都是罗在做梳理 梳理的也非常好 在此节里头 赛斯在一个真和我很少和他共同探讨的这个题目上 告诉了我们一大堆事 我们还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事情 哺乳动物是温血脊椎动物里面的最高等的一个 按照我们人类的说法 哺乳动物通常都是多毛的 而他们的幼儿是靠母乳喂养的 举例来说 像狗啊 猫啊 海牛啊 狮子啊 海豚啊 人猿啊 蝙蝠啊 鲸鱼啊 地鼠啊 树塔啊 以及鹿啊 这些都是哺乳动物 我替赛斯的诠释是 一个意识可以在这种形式内的范围内选择 就是一个意识可以在这个哺乳动物里面去选择 他想成为什么 不过 为了这节后面暗示了的理由 后面他又暗示了 赛斯又讲了 他说人不在这个哺乳动物之内 这个也这句话 灵长类的人也是一种哺乳动物 按某种角来说 在此并不在赛斯所指的这个哺乳动物之列 然后呢 我发现对有机科学的系统化的分类非常令人着迷 光就人来说 可以从最广泛的分类 以下面这种越分越细的方式归类 如果按照科学家对人的分类 他应该是这么分的 人首先属于动物界 脊椎动物门 哺乳动物肛 灵长木 原始人科 人属 人种 所以这里头分是 戒门 钢 木 科 属 种 分这么多个层次 几个层次数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就分成七个层次 按照层次来分 分成七个层次 人就属于这么一个最后的人种里面的 注尸 几乎从这些课的一开始 赛斯就告诉我们 以我们的说法 我们所知的地球只是曾存在于同样的空间 或者心理实相价值气候的一连串地球中最好的一个 这是赛斯从一开始他就反复说过很多次 心理实相价值气候这是另一个概念 他以前讲过的一个概念 不过呢 按照赛斯的说法 这个当中涉及了多的多的事情 至于说是否是最好的一个 这是赛斯给我们的一个说法 我个人认为是赛斯在安慰人类的一种说法 其实不存在最好和不好之说 那只是对我们现在这个人来说 他就是最好的 他就是最好的 因为别的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就不是最好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他对你来说 他就是最好的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说的话的意思 因为假设有一个比你这个还好的 但是跟你是无关的 他就对你来说就不是最好的 以下摘自1964年2月6日 第29节课 这里头他引用了很多早期课的内容 在早期课第29节里 赛斯说在你们的地球上有数不清的层面 或者不如说有数不清的层面 与你们的地球同时发生 在早期课里头赛斯特别愿意用层面这个词 就是plan这个词 就是飞机的英文那个词 plan 他说在你们的地球上有数不清的层面 或者不如说有数不清的层面 跟你们的地球同时发生 你可以把层面理解成一个平行时空 或者一个多维世界 或者多重宇宙 都行 对那些看似占据你们地球的另一个空间的居民来说 你们的坚实的地球并不那么坚实 他说对存在于另一个时空的那些人来说 从他们的角度来说 你们这个地球也不那么坚实 所谓占据了同一空间的概念 本来就是错误的 他这个观念 我如果说占据了同一空间 这观念本身就是错的 记住啊 赛斯又在做他的擦除动作 他没传授给你个概念 他在擦擦除它 但我看不出我如何能够避免 这种用语而能令你们懂 而仍能令你们懂 赛斯说 所谓的占据同一空间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就不应该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不这么说 我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们理解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确实不是占据在同一层空间 他是分层的 不同层面的 但是你说 我不这么说 你怎么能理解我想说的意思呢 换句话说 他们是在不同的维度里头 可以这么来理解 即使在那个时候 珍和赛斯和我都不太喜欢用那个臣服的用语层面 他们都不想用这个层面 而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 是赛斯想创始的一个更好的术语 的一个尝试 在未知实相的第一卷的第福禄八里头 赛斯专门讲了 什么叫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 这里头他把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 可以视为一个层面 什么 我不然能不能理解 就是一种气候 比如说 比如说住在沙漠里头的人都经历这种沙漠气候 对吧 我们生活在 比如说这个温带 我们就经历一个温带的气候 我们生活在地中海地区 就经历地中海的气候 而这个气候呢 我们用天气来比喻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心理实相 把我们的内心世界 心理实相就我们的内心世界 把我们的内心世界的价值 不同的价值取向 视成不同的气候状态的话 你就能理解这里面他想说的意思 明白他想说的意思吗 就是如果你能这么理解的话 你就不知道 在你内心世界里头的不同价值取向 所代表的那样的一个群体 或者那样的一个认知 他就等同于一个平行世界 相同认知的意识 会在那样的一个内心 或者心理世界里头 他们会形成他们的一个世界 持另外一种认知 价值观点 我指的是意识层面上的 他们在他们的内心的世界里头 会形成另外一个层面 或者说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说他想告诉你 他解释 这个 说我们在同一个空间 存在着很多个平行世界 或者这个实相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个说法是不究竟的 而且是错误的 那正确的怎么说呢 赛斯又用了一个新的词 心理实相 就是心理实相 你一看到心理实相 你就想到内心世界 或者内在世界 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 注视三 真和我一直认为 佛教的轮回 只是指一个人的灵魂 转生为动物的这种形式 不过实际上 那个术语是指灵魂投生 入任何的形式里 不论是人类 动物和其他的生命形式 因而与吃与平常的转世 或者转生成同类的说法 有所不同的 他在解释 佛教的轮回 指的是可以跨界轮回 就比如说你人可以变成动物 轮回成动物 你要做坏事就变成动物 降级为动物 你要做好事可以升级 升级成阿修罗 再升级到天人 就这个意思 如果这个动物再做坏事 就可以再继续往下 分成六个种类 但是他告诉你 这是佛教的轮回 而赛斯这里说的是不一样的 赛斯说的是 那动物就轮回成动物 人就轮回成人 在许多文化里 对轮回的种种诠释 都是很古老的 赛斯在未知的实相 第二卷第705节里说 并没有灵魂的轮回 在其中一个人的整个人格 以动物的样子回来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你明白 没有什么一个完整的灵魂 又回来了 他以他上一世 所有的记忆 又回到这一世来 不会的 这是你想 你想象的 没有这么一个完整的 一个人格 或者一个灵魂的人格回来 你记住 再回来 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了 它就是一个意识焦点 它的意识焦点 在完成了上一世以后 它下一世会有一个新的意识焦点 它想体验和感受 包括它的身份 性别 角色 和想体验的事件 都完全不同 它已经是一个全新的灵魂了 你不要再认为 它是 但是它以前的灵魂不会消失 它存在过 就会永恒 这个人格会永远存在着 还会继续在它自己的这个世界里 继续发展着 但是新的 就是一个全新的 但是这个全新的人格里头 它有它所有过去的人格的这个 记忆在里头 但是他们之间是 这个很难讲 他们之间既有链接 又有分隔 可以说同时就 同时有链接 同时有分隔 然而 在物质的架构里头 有一个经常的彼此混合 可是都在物质架构里 记住 在物质构构里头 会有经常的彼此的混合 什么混合 它彼此指的是 人和动物的彼此混合 这个彼此指的是 人和动物之间的混合 在物质界里中 有吗 有 就是这种混合 这种混合 赛斯把它称之为 人格片段 在动物身上的一个投射 他在其他的章节里头 讲过 就是 人可以把自己的 一部分的人格片段 投射到一个动物身上 在这个动物身上 继续存活 借由这个动物的身体 把你的意识的一部分 投射进去 可以这么理解吧 因此 人的细胞分子 可以变成 一株植物 或者一个动物的细胞 从道理上来讲 这很好理解的 对吧 我们的细胞 就会变成植物的 或者动物的细胞 比如说你死了以后 假设埋在地下 那你不就变成 植物的细胞了吗 植物通过养分的吸收 或者你被其他的 假设死了以后 没有埋 那被其他动物吃了 不就变成 其他动物身体里的细胞了吗 反之也是亦然的 我们身体里 也有植物和动物的细胞 这个很好理解 对不对 我们吃的植物 不是植物就是动物 那里头肯定有 它们的细胞 然后在个人与群体实践的本质里面 第840节的第注视2里头 我摘录了赛斯在1979年3月5日 838节的一句一段话 然后赛斯说 我想避免人的灵魂 轮回成动物的故事 他说我不要 我想避免这件事情 不想讨论这件事情 那是对完全不同的事 极为扭曲的版本 他说这种说法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事的一个 极为扭曲的说法 他不是轮回 就是完全不同的事的意思 就是不是人轮回成动物 是人把自己的一个人格片段 放在了动物身上 赛斯这罗接着解释 在1963年12月8日 在第4节课里头 还是早期课第4节 真和我透过谍先接触的人格 叫弗兰克韦德 这个弗兰克呢 是最开始接触的 然后赛斯是随后才出来的 用指针拼出了 他比较喜欢被称作赛斯的信息 就是在第4节课的时候 赛斯就透过弗兰克说 我其实是赛斯 请称呼我为以后 称呼我为赛斯吧 他以前呢 他最开始来的时候 他就第一节的时候 他问他你是谁 我叫弗兰克 这里头其实用赛斯后来的说法 赛斯是拽着弗兰克的一脚 从赛斯幽默的表述 他拽着弗兰克的一脚 就跟过来了 弗兰克也是赛斯的一个轮回转世的一个身份 你如果想大提要解的话 就弗兰克是赛斯的这个灵魂的一个肉身的转世 从那以后呢 他们就一直称呼他为赛斯了 在弗兰克宣称他自己为赛斯之前不久 在还没有成为赛斯之前 罗呢就问过弗兰克说人曾否生为动物 人可不可以生变成轮回成动物呢 他的回答是非常直接的 不会 然后呢 我就再次问他说 那是否你部分的心灵 现在人活在地球上 他就接着问 而当时那个答案 对罗和珍来说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当时弗兰克说 有一个非常小的部分 我几乎忘掉他了 我观察他 但是不去管他 那是个狗的片段题 那时候弗兰克说 我还有一小段片段题 在狗身上 是一个狗的片段题 但是我观察他 不去管他 不去干预他 让这个狗自己做一个开心的小狗狗 就行了 我不会用人的意识去干涉他 差不多快忘了他了 弗兰克不肯告诉我们 那个狗在哪里 他们想问这个狗在哪 他不告诉他 正在12月15日的早期课第八节里头 就给了他第一次替赛斯说出的答案 虽然那时候许多对我们的课的问题 他已经在脑海里收到迅速的答案了 他仍然常常谨慎的印证那些反应 他借由至少让答案的开头 用叠线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来 我在第一节就开始把每件事都记下来 他在描述早期课的过程 早期课的时候 他一开始是通过一个叫显灵版的东西 灵硬版 类似于叠线 其实这个叠线这个词不好 就是一个板 那个板上有字母 有一个指针 然后他就问这个零 问这个弗兰克也好 问塞斯也好 他问他有些问题 然后这个指针呢 会摆动到一个字母上头去 他们就这么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拼出来的 他们的回答 所以说你知道 他们早期课上的最开始 那些前面几节 是多么的困难 他是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拼出来的 经常还有拼错的时候 就是他不准吧 有时候 说在第八节 但是那时候呢 在早的时候 早期课的时候 早面前面几节的时候 针就有一个功能 就是当这个 零硬版的那个指针 还没有给出答案的时候 针的心里头就已经有答案了 然后结果他最后摆出来的那个字 给出的字就是那个答案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针就会发现 其实他不需要这个零硬版 他自己从内心就能知道答案 然后才开始了赛斯资料的 这种成段成段的一张一张的传输 在那之前 针虽然也能得到答案 但不确认 他一直想得到一个确认 他一般都会让零硬版 先给出前面几个字 或者一句话 然后跟他心中得到的是 一致了以后 他才开始讲他后面的东西 所以说你看 他也是非常谨慎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从第八节开始 针就可以不用零硬版了 但是他一直延续了很久 给了我们谈片段起的更多的资料 你看到了第八节的时候 赛斯就可以一段一段的说了 在早期歌底八节 赛斯说 以某种前引的方式 一个人格的存有片段体 存在于一个存有内 而各有他们独自的意识 他们并不觉察那个存有本身 他说一个人格的所有片段体 记住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格 人格就是有他自己的 知道自己是谁 这叫一个人格 那这个人格呢 有他自己的属性 他自己的特性 他自己这个人格呢 他有很多的片段体 他把所有这些片段体呢 都放在一个叫存有里面 然后这每一个片段体 都有自己独自的意识 然后呢 他们还并不能察觉 那个存有本身的存在 他并不觉得 他属于某一个更大的存有 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 他自己就是有独立的意识的 就每一个人格片段体 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意识 存有以一种 你称之为潜意识的方式 来运用片段体 存有拥有所有这些片段体 但是他怎么用它们呢 他用一种潜意识的方式 来用它们 比如说 举例子 那就是说 他没有给予意识的指挥 他是一种潜意识 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格片段体 在这个存有里面 存有并没有给 每一个片段体 有足够的意识的 关注 他不用意识去管理它 它类似于我们人类的潜意识的这种方式 他就举个例子 他说 存有给片段体一个独立的生命 然后 多少忘掉了它们 举例而言 即使思想也是片段体 虽然是一个不同的层面 他举例子 存有给了片段体生命 然后就不去管它 多少忘掉了它 就让它独自去发展 就有点像你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你就生完之后 就被别人抱走了 你根本就没管它 它自己会发展吗 会发展 你能理解这个 这个孩子是你生的吗 是你生的 但是生完之后你就没管 就这么简单 他说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 他举了思想的例子 思想也是一种片段体 你的思想是你整个思想的片段体 你一个念头是不是你整个人 作为你的一个整体思想的一个片段体 你今天这么说 明天这么说 把你所有的念头思想加在一起 是不是作为你一个人的整体思想的一个片段体 而这个思想的片段体 它也是一样 它一旦产生 它就不受这个整体思想的控制 它是来自于整体思想吗 是 它是整体思想的一部分吗 是 但是整体思想会控制每一个念头吗 不控制 整体思想会控制每一个小的思想吗 不控制 它给每一个思想完全独立的自由和自由意志 这个思想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想 去思考 去推理 去感受 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又是加在一起 又是一个整体的思想 是作为你这个人的思想体系的存在 他就举这样一个例子 但是他说这俩不在一个层面上 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给你举这个例子 让你能理解 为什么他给他生命 却不去管他 然后呢 真口受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在那个节 那一节里 他说另一种片段题叫做人格片段题 则独立的运作 虽然在存有的赞助下 就在损有的支持下 这个赞助 他用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词 就在存有的支持下 每一个叫做人格片段题的 他是独立运作的 就是独立运作的 当我在同一节里问赛斯 他人 问赛斯他发人深省的这个字段 片段题的时候 当时这个词 在灵性圈里头 在深性灵性圈里头 几乎没有人用过 很少有人用这个词 然后罗就问他 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是你发明的吗 赛斯回答说 就我所知 那是我创始的字眼 赛斯说好像就我了解 在这个深心灵的圈里头 就我在用这个词 叫Fragment 可是在两节之内 他继续对人格及存有 转世时间梦 以及他相关的题目 越来越深的讨论 和发展的资料的时候 他开始将片段起这个词 让显给其他的术语了 他在早期课的后期 赛斯就不怎么用片段 提这个词了 他用其他的词来代替他 什么人格呀 什么这些的 还有那个个体啊 什么的那种身份的 什么都各种词 他在不用 他用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就不用了 可是时隔了这么久 这都十七八年以后 这是1963年 1964年的事 这是1980年的事 时隔了16年之后 当赛斯在这本书里 再次提到了这个片段体的时候 罗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他已经十几年 没有这个词了 我设计了这个注 以补充在灵性的讯息里面 对片段体的描述 因为在灵性的 来自灵界的信息里面 他不像早期课那样 记述的那么全 所以说他没有把片段体 完整的叙述出来 他这里头其实是 对那本书的一个补充 可是后来他把早期课 全部出版了 这个补充 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 罗呢当时没想出来 出版早期课 所以说他就怕观众或者读者 对这个片段体不理了解 他是怎么来的 所以这样的几节 这个早期课的文字的摘录 可能让大家对早期课 可以略见一般 略见一般 早期课一共是510节 他只是举出了前面几节的 一些直言片语 所以你就知道 他在这么早的时候 在第四节第八节 他就探讨这么深刻的问题 那他后面的问题 一个比一个深刻 在第四节里 举行了几年之后 就是早期课的第四节 举行了几年之后 没有告诉我们 关于那个题目的 任何别的的事情 赛斯突然自动的提出说 他的那个狗的片段已经死了 而我们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在哪死的 什么时候死的 赛斯就提了一句说 我的那个狗的那个片段题 已经死了 那个狗已经死了 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面 对轮回转世的这个理解 其实更多的是 他你说他说的不对吗 他也不全不对 他至少看到了 有人是把自己的片段 人格片段题放在狗身上 形成了一个狗的片段题 这是佛祖他能看到的 但是他并没有去更多的细分和深究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 把他看到的和感知到的 他就给他描述下来 他用这种方式 其实是来警醒人们 要做好事 要学习 等等 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被后代的人拿来恐吓 那些不信教 或者是不想修习佛法的人 说你不好好修行 或者你不做善事 你下辈子就变成畜生 变成动物 变成了一种威胁和恐吓的一种方式 而这个完全是用错了方向 所以这里头 鲁虽然不是生活在东方 但是看 连一个西方人 对佛教的轮回转世都这么了解 可见他的影响范围之广 影响程度之深 所以说在很多人的轮回转世观念里头 想破除这个观念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好了 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呢 我就介绍到这 这一节的内容 非常重要 有对我们的很多 对于动物种类的划分 和一个意识的网格 或者是一个感知的网格 对这个的概念的理解 和我们物质世界的产生 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那希望大家呢 能认真的把这个课的内容 都正确的理解它 不要偏向于任何一个地方 因为这里面的概念很不小心 很一不小心 就会从一个地方偏到另一个地方 这中间保持一个中道 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了 我们关于这一节的介绍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听 祝大家都神奇和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